原冰岩是娱乐圈知名度挺高的流量小花 凭借一部琉璃打开了市场 她的颜值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 再加上演技在线 所以粉丝数量很多 只可惜因为某事件被牵连 导致如今的她发展并不顺利 已经很久没有新作品播出 也很久接不到新作品了 这也让粉丝操碎了心 她原本是九十小花里面的佼佼者 有流量有乐度 自身条件又不错 但是她的演艺之路也是真的坎坷 好不容易有了出圈作品 却又接二连三遭遇变故 一开始凭借流离出圈以后 因为何欢瑞世纪的合约问题 导致她很久接不到新的作品 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后还是她妥协了 袁冰岩解决了何欢瑞世纪的合约问题以后 终于可以接外戏了 在2022年 凭借和郑叶成合作的小成本作品 祝清好 再次出了一部热门剧 这部剧是2022年的热门作品 两位在剧里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袁冰岩的发展肉眼可见变好了许多 她的戏约也开始变多了 目前她手里有两部很有爆香的古装作品 一部是和钟汉良合作的《倾城易清欢》 一部是和刘学义合作的《落花时节诱逢军》 这两部剧早就已经杀青 原本正常播出的话 袁冰岩的热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毕竟古装剧是她的强项 她的古装扮相非常出圈 袁以为事情会一直顺利下去 结果又出现了她关联公司的税务问题 虽然和她本人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依旧被牵连 毕竟这是大问题 她明面上并没有被怎么样 但是大家都很明白 她这是被软封杀了 因为她的作品久久没办法播出 哪怕过审了依旧动不了 她一直在尝试复出 但是至今为止 依旧没有成功 昨日晚上 她又更新了新的动态 那是她夜爬的动态 也是直接被推上了热搜 点赞量超过十几万 不得不说 她的热度和号召力依旧还在 相信她的回归也只是时间问题 古装男神诚意凭借琉璃走红的她 去年和杨子合眼的沉香如泻又大火 巩固其限小生的地位 近日她的武侠新戏莲花楼也已过审 预计暑假播出 人气持续看涨 出道十多年 她始终用戏说话 也不太去上综艺节目 她受访亲姐缘由 各种原因除了让粉丝佩服她 对当追求演技的执着 却又觉得可惜 其实诚意很有综艺感 搞笑不自知 许多演员爆红后 都会让综艺维持热度 包含白露 范澄澄就是实境节目奔跑吧的固定班底 王鹤蒂是你好 星期六 五十公里桃花屋的常驻嘉宾等等 没拍戏时靠住综艺曝光 无疑是收获流量的密码 但诚意火了之后 参加的综艺却不多 外界好奇她是想保持演员的神秘感 还是对综艺有一些自己的偏好 她说 确实也有很多综艺找到我 不是说综艺不好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综艺的人 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综艺人